令妞娃从身份尊贵的侯府竹母 融融到只配吃狗食的地步 她却如何呀 还我带你如亲妹妹一样 你竟然下毒害我 她亲口回来 她不会放过你的 娘 我高中状怨人了 快回来 给娘做主 做主 你以为你从小到大养育于我有恩于我 我就会感恩于你 从小到大 我们有一天是不恨你的 她才是我的亲娘 要不是因为你一直从中作梗 我们一家三口早就团圆了 她这一切都是你们联手骗我的 她是我的远方表妹 以后你就把她记入族谱 扔作妹妹对待 二十年 你们骗了我整整二十年 这些年都快了几日去担心前列的国民 细心教导清歌 才让我今后的荣华复会如此稳当 哈哈哈哈 如今清歌高中状怨 猴虎争争人生 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圆满 而行将就 此类是乱葬场上被野骨焚尸的下场 占了宝尔中这么多年 事实行该哭了 有令氏清流世家座 等你死我就可以风光入转 坐着武定侯府的当家主人 我也是心老心高费 忘恩不义的小人 不得好死 我心苦到二十年 到最后丈夫是别人的 林婉 这俩孩子你感觉怎么样 这不是小时候的清歌 陆老夫人 林婉 我这是重生了 你身为主母七年无处 不如先过继一个沾干喜气 说不定自己亲生的孩子 也就跟着来了 前世我碍于情面甘心扶手作响 重来一世 我必定将整个侯府 闹个翻天覆地 陆老夫人 我嫁入侯府七年 世子先是守校三年 而后又奉命外出 我们至今都没有同房 你是不是要求有点太过分了 当无知即是过计 我看清歌这孩子就很好 不如就选他为嫡长子 等正流回来 我去让府离开 等下 既然上辈子我能扶你入青云 这辈子我就能毁了你 陆家想欺我瞒我 那我就当众拆穿陆家 宠妾灭妻哄骗的真相 让整个陆家万劫不死 我看他不错 这为何 不然 葛夫人志家颜柯 我知道给你送这个 因为他最出众 我看还是庆哥好 我有些真是有小时候的影子 很合我的演员 他本就是陆生留心生的孩子 能不像他 承照提防别的不重要 孩子的心性最为准要 可若是已经被别人教坏了心思 恐怕不好教养 你们可曾上过学 读过什么书 夫人我没读过书 回夫人 我也没读过书 平叶 去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指 是 回夫人他说谎 他手上有墨盒剪 陆老夫人这孩子不诚实 怕是不是适合做陆家的孩子 哈哈哈哈 我看这倒是个机灵的孩子 不如这样 两个孩子都过季了如何 可惜这次 休想再当侯父弟子 夫人世子回来了 听说还带回来一个女人 终于来了 好戏也该开场 你跪家之后 不去看云婉也就罢了 怎么还把葛宝儿给带回来了 吓得是怎么议论的 要不是他占了宝儿忠母的位置 宝儿何必咚咚咚咚 如今侯父上下全靠云婉打点 这件事可千万不得让他知道了 不好了不好了 夫人在前院闹着何礼呢 云婉 你在闹什么呀 把你们说的话 当老夫人的面再说一次 现在不敢说了是吧 平宴 把摔碎的瓷瓶放在他们膝盖下面 我看说是不说 夫人是不是要下 下堂了 世子这次回来难道是打算凶器命去吗 他说夫人我用他那种清流世间 都没弄不住世子的心 被嘴 好大的胆子 竟敢如此议论当家祖母 来人 给我拖下去 我要死你大 他们虽然放肆 但说的却是实话 当初为了报陆老爷赠要之恩 我才嫁入侯府 如今世子这般折辱我 既这样不如何离 知道你受了委屈 可是这女人哪有不受委屈的呀 你有什么委屈 直接说 祖母一定给你做主 我当时有一个要求 下人都说长公只是我的养子 我要长公做我的嫡长子 休想 那就请两族长老过来商议合理的事 站住 这事就疑了你 让长公做嫡长子 祖母 这个贱人 现在都敢爬到我的头上来了 祖母 是时候该把宝儿接回来了 不行 你咱都忘了七年以前 陆家差点被皇上 耻夺爵位之事 皇上是念在云晚的父亲 是太子师父的份上 才搁置了夺爵之事 如今你又要做这 宠妾灭妻之事 难道是让长公侯府 为你陪葬吗 孟老夫人 宝儿别公他救 志秋 能陪伴在世子左右 嗯 祖母 皇上你让母亲留下来吧 祖母 孙儿不是想让宝儿做妾室 孙儿是想让宝儿以执孙女的名义 在府里尽孝 熬到令人晚死后 再离宝儿做主 岂不是皆大欢喜 那要是瞒不住呢 万一被人发现了 侯府会面临灭定之灾 孙儿向你保证 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你罢了我 即是委屈云晚 郑柳 如今的局势 以文质武 侯府早已大不如前 你爹爹当年 在战场上 是失去了一条腿 才保住了我们的侯府的 侯府现在全靠云晚达理 今天晚上 你去哄哄他 不去 换个人是宝儿 绝不会这样 你要好好利用好 云晚清流世家的背景 为侯府造势 这也是为了你的前程啊 师子您不能进去 滚开 你来做什么 我心有宝儿 先前竟未察觉 七年不见 丽云晚也出炉的如此 你来做什么 我是这侯府世子 你丈夫 我为何不能爱 祖母的侄孙女刚出了孝 祖母连她孤苦 让我明日 把她接到府里长住 好 既然你们一家三口 想早早团聚 不光要成全你们 还要你们取得光明正大 人尽皆知 这是我远房的侄孙女 因为家中复遭变故 以后啊 就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宝儿 这是你大嫂子云晚 宝儿 见过大嫂 哥表妹好 表面这个鞋子的花纹 看起来跟世子的很像 好像是同一个人绣出来的 丽云晚 你不要没事找事 世子紧张什么 难不成你们暗地里 真有些什么 这块料子 是我给宝儿的 这两个孩子启蒙的事啊 当年老太爷还夸奖你的学识 不堪啊 就你来亲自教这俩孩子读书 识字 你看如何 恐怕不行 丽云晚 你不要不识好歹 世子真是说的难了 我这么多年忙于树武 早就不知道该如何教养孩子 不过我早已准备好了 各位名师的名册 如果需要 我可以请我母族的族书 当夜去请 不用 我亲自去请 那就恭贺世子嘉音 夫人 应该真是料事如神 拼文名册上的人 全部都拒绝了世子殿下 而且 这剩下的两位 干脆闭门不见 他们根本不明白 当今朝堂文武分明 文士更是适才傲物 与那些粗鄙武将近未分明 陆中流去只会自诩其路 等着吧 他会来求我的 呜呜 呜呜呜 呜呜呜 你学识身后 不如 您教他们 丑话说在前面 我教可以 学成什么样 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 你答应就 这孩子我当然要养 不过这一次 要换一种养法 平夜 来 这是送你们的开盟礼 礼纵 谐音必重 这玉佩是希望你们能有 恒乎之志 谢谢母亲 儿子牢记一心 吃吧 庆少爷 属实不像话 夫人 成功少爷写得真好 这沉浸内敛的性子 倒是越发向夫人了 这庆少爷 偷奸耍华 连作业都是别人替他写的 夫人 陆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云婉 你可知错 云婉不知 身为主母 连一块玉派都做不到公平 在学业上 就怎么能一直同人呢 我看夫人 这是故意针对清歌 老夫人您看 这是这些日子 清歌的作业 清歌这么长时间以来 就一直学的是这个 你 你是怎么期望的 我从未见过如此练子方式 李云婉 你身为嫡母 总是想方设法的刁难孩子 看来今日士兵要分一个是非对错 亭业 去把两个孩子作业拿上来 顺便派人叫清歌来 是 清歌都累病了 你还要去讨扰他 写这一点作业就累病了 真是闻所未闻 那还不是因为你故意刁难的原因 回路老夫人 那要说 清少女他没病 清歌 总之无问你 夫人送长歌的玉佩 你可有啊 有 老师领进门 修行赛个人 长歌学得好 是因为他够勤奋 够努力 而清歌 又笨又蠢 还生性顽劣 学生性格各有不同 说白了 还是师父上不上心 想不到表妹代价之身 对教养孩子还颇为精通 又跟清歌如此亲近 不知道他还以为是你亲生的 我 宝儿说的也不无道理 这教孩子就应该英才实教 你即使清歌夺揽 你就更不应该纵容他 老夫人说的是 我就应该重重的责罚他 打他皮肝肉战才找进行 你敢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蔑视我主 武才威 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这孩子我教不了 陆老夫人还是另请高明吧 哎 云婉 云婉 都怪你这蠢货什么都不懂 还喜欢挑唆 你说你 你能不能别作妖 还好我已经请了张先生 世子 世子不好了 张先生不愿意叫清歌 先生先见了长公 又见了清歌 他说 美玉真修摆在面前 却让他选择一盘糟糠 实在是实不下宴 这怎么行 你们就不需要好好劝劝 下人民都劝了 谁都劝不出 先生说 是和夫人谈 那你还不快去请夫人 都怪你 为了清歌的学业 你赶快去跪求云婉原谅 张先生 哎 云婉 张先生怎么说 张先生说如果想让他同意 除非清歌像长公一样努力 勤奋 而且即便是这样 交过之后也不许对外称是他的学生 如今清歌 也只能指望张先生了 和他说 陆家答应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让你平时在主母面前装乖巧 今天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夫人 长兄如父 我一再忍让你 你却得寸进去 你要是再打我 我就告诉母亲去 你告诉母亲 我就去告诉陆老夫人 是你先打我的 看到时候 陆老夫人 站在谁那边 为什么不敢还手 是害怕受惩罚吗 母亲 我不怕受罚 但是陆老夫人偏爱弟弟 肯定会信弟弟 而母亲又重笑道 我害怕牵连母亲 我知道你性格乖巧懂事 但在这个侯府里 一味的忍去吞声 是没有活路的 记住 你要走 是侯府第一长子 谢谢母亲的教导 我知道该怎么做 总之 你一路向前 你的身后有我 希望这次 你没有选错人 公母 有件事情 需要您帮忙斟酌一下 夫人说 葛姑娘的阅历 按照大奶奶来 不知道会不会委屈了她 她一个外人 怎么能跟我女儿比 晦气的见蹄子 一进到咱们家 就把府里 搅得鸡飞狗跳了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 我来处理 因为老夫人那边 那我就更该处理 平日里大事小事 都是你来管 我难得为老夫人 奔刺忧 行了 你回去吧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还能是什么 给你用的家具啊 这些是太太的意思 你要是有意见 就去问太太 一群狗照人生都是 爸这哥 这件事真的不是故意的 如今我住在陆老夫人的院子里 连个下屎 也敢如此遭见我 好了 玩不及 咱们还点着命运碗 管理侯府 管教庆哥 等庆哥出人头地了 就是他的死期 可是庆哥明明是我的孩子 我却不能见他 我却不能见他 这是庆哥方面的钥匙 以后你想见 随时见 还不想力违 老爷 怎么了 世子真是糊涂 放着夫人这般好的正式嫡妻表 偏偏背个香野狐妹子表妹 够得不着四六 他们想按兵不动 我偏要逼得他们 不妥不出手 最近 让张先生好好管教庆哥 这背影好熟悉 夫人 该回府了 小姑包 你别哭了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保护你的 那 这个给你 父亲说 从明日起 你就不在这念书了 我舍不得你离开 小姑包 长大后我就娶你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分开了 拉钩 父皇 儿臣终于等到他集结了 还请父皇下旨 匈奴猖獗 屡屡来犯 天将失守 此次出征 生死难料 万二 你可愿带兵出征 儿臣 儿臣愿意 恭喜你 喜得良人 王爷认识他 爸爸 我们还会再见面 不是故人 却生死故人 使我离开京城太久 无碍且传闻 他这侯府 从我当的并不好 他还未生子 就收养了外面两个孩子 当嫡子 侯府竟该这般早点啊 传我令 让朝堂上的人 比侯府世子点颜色看看 是 娘 张先生最近总是折罚我 下人们都说我比不过长公 如今都见空使多 给我使绊子 胡说八道 你才是咱们侯府未来的当家人 那成功 也就是个下贱皮子 成功身为嫡子 又有嫡母罩着 我能怎么办 娘在了啊 我是你 娘不会让任何人打你的路 李云环 这是你逼我的 终于按捺不住了 平叶 带上今天准备好的脏物 去见陆老夫人 老夫人 这是那点朋友搜出来的 事关重宝 三点一出 什么 什么 这可是迎会之物 是朝廷的机武 这要有人知道了 还不在买门超弹吗 快 先把这种销毁了 玉环 你快去 暗暗敲打下下人们 千万不能流露半点风声 这东西 一定是那个下流屁子的 别人没有 快 把这提过来 老夫人 夫人 刚 你就叫胳膊 这不是鱼看你一场吗 不如 担担 老夫人 不好了 表姑娘在前厅闹起来了 谁让姓氏动众的 想让后府思德的传言 传得满城风雨吗 我本想低调处理 是表姑娘执意要事情闹大 府内出现了如此灰舞 是关重的 你身为当家主 李一身作作 搜屋以事情来 当家主后的屋子 岂是你想搜就能搜到 你们百般阻拦 难不成是心虚 既然这样 那便搜 陆老夫人 在夫人的房间里搜到了这个 人人都夸赞 夫人恪守礼节 没想到私下 道德如此败乱 你有什么资格 做着当家主母 你这个肮脏的毒妇 来人了 他拖出去是逼行 我心 你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还要帮父亲明察 我 成功 成功 母亲我没事 兄长 这是何必呢 母亲说了错 就该发 你 成功 最后 二少爷说的对 犯了错就该说 不过犯错的人是你 证据如此权 你还敢狡辩 那大家就看看 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里还明明是什么 明明是什么 你栽赃陷害我的脏物 是吗 平叶 把搜到的东西拿上来 是 这是表姑娘房东一个男人的腰带 这腰带怎么看着像柿子的 葛宝儿不仅当众栽赃陷害我 试图魅惑二少爷 还与外人私通 恕罪并罚 理应 杖 杀 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如果 这等肮脏之事 你怎么当着商业的面说呀 葛宝儿 如果你说出背后私通之人是谁 我或许会从轻发路 好 不说是吧 来人 拉下去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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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娘 表姑娘她已经早了 不用管她 打死就好 姑姑 姐姐你救救我娘 救救我娘 杏鸽宝贝快快快坐 葛宝儿是庆哥的娘 二少爷是被你们吓坏 吓糊涂了 说胡话了 云婉 今日之事 市场误会 你长姐一家 马上就要过来 此事啊 让他们知道 影响也不好 我看宝儿 也受到惩罚了 呃 你看这事儿 一切听老夫人安排 郑柳 你替我送送云婉 我知道 你是刚回来 事情多 你好好地跟云婉 还一个不是 看来葛表妹的伤 还得找个大夫瞧瞧 他犯了错 李莹是我 世子刘布 这次新婚之夜你说过 娶我非你所愿 现在我不妨告诉你 嫁你 亦非我所愿 丽云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竟然敢这边队伍 难道丽云婉在嫁我之前 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不可能 她绝对是失措 这内宅女子 凭着李就算装得再冷清 这心中也是盼着丈夫恋爱的 不过比起她 现在宝儿更需要 夫人 世子难得来一趟 我明白 内宅女子一生的依靠 不过是枕片男人 你觉得世子主动向我求和 我就该顺势而为 可我能在夫家立足 靠的又不是夫婿 那当然 夫人靠的是您自己 再说了 府中上下 谁不敬重夫人您 人这一辈子 永远都不要依靠别人 而我 断不会再重蹈覆辙 长发阁宝儿只是个开端 我要让陆家的所有人 下地狱 拿上药 我们去看看长工 是 这世子可真 少得吓死这首 你这些伤势怎么回事 母亲不用担心 我不疼 是我没有保护你 怎么能怪母亲呢 反而是我 是我没有保护好母亲 傻子 夫人 长工嬷嬷在门外等您 这陶在的 又来了 是时候该烧点力气 长哥 你好好休息 是 书经这银子是越来越难报了 这可是陆老夫人 少不得的开销 夫人要时不远 到了陆老夫人那头 我已只能实话实说 可不是吗 别以为这主母就能随便可待我们 夫人 他们来了 他们都是府里的老人 且又是最能闹事的那几个 吩咐下去 他们的银子都算在隔宝而头上 是夫人 立马就去办 表姑娘 这是您这个月的立营 我可是府里的表姑娘 你们竟敢如此可待我 表姑娘要是有意见 可以去问夫人 这个夏日 竟敢爬在我头上作为作父 你们给我等着 这些年 我和静哥相依为命 什么恐怖事过 他以为进了侯府之后会好一些 结果现在 我连个夏日都不如 好了 总不是答应你重新安排月营了吗 哎 月娃来了 来得正好 我有事跟你说 哎呀 这老姑娘这两日犯魂 但我瞧着呀 她的执行是极了些 本性善 不是之 所以我想着呀 把她留在我院里 葛表妹年纪也不小了 与其留在身边 不如为她寻一门好亲事 保这丫头啊 实在是命苦之人啊 怎么个苦命 哎呀 这盒子呀 自幼就没爹娘 几人篱下长大的 后来呀 好不容易 说了一门好亲事 可谁知道后来 那郎君 出外采买 不知所踪啊 这杯子 我就跟守火管 那差不多嘛 哎 还真是可怜啊 你也觉得 这丫头可怜是吧 我就想着 把她留在我院里 给一份月娱银子 就比照着府里 养姑娘的月娱给就行了 侯府的师生用度 您也清楚 要是多给她月银 就要从别人那里扣出来 老夫人您确定 安排月银这点小事 还默默计计 就拿着账本去对 前世我真心带你入青梅 把你当千金小姐一样 脚养着 这一时 走着瞧吧 夫人 小姐旁人的差事 都是不差事 这是那桥大 到底雕钻了些 不解他解谁 这厕子上的人 都是我身边的人 我要连我自己院里的人都保不住 不真成了聋哑老太婆了吗 您说的没错 这是 那桥大闹事起来 啪 一切有云案撑着呢 若是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就不配做我陆家的出目 拿车去吧 是 陆老夫人实在过分 这摆明了是想压榨夫人出钱去养表姑娘 放话出去 说是葛宝儿抢了桥大的柴室 让他没饭吃 桥大 这桥大可不是好惹的 我这就去办 下进的唱度 一把年纪还在别人家 还想着小姐的赞誉 我呸 还要死我老子的血案钱 我让你从头撑着脚 世子 别过来别过来 你还在这站着 把他给我捆起了狠狠地打 我呸 你们这两个狼狼为奸的东西 真是王八看你到看对了眼 来人 撕了 雕破的腿 世子 不 夫人他 这个家里只有夫人了是吗 我才是一家之主 来人 动手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世子是怎么死你掏生你的忘了吗 是乔大的儿子拼死不送你回来 你就是这么对待忠仆的吗 你的意思是他以老卖了 我也得让着他 你这蠢货 好好的 你猜脱乔大的差事干什么 别嘴 他的差事是我最后缺取的 陆老夫人 我会重新安排乔大的差事的 陆老夫人和世子 是怎么处置那个贱奴的 没 不行没出发 夫人还把他带去休息房屋了 那是个福利差 世子 你 这是在嫌弃宝儿了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世子为什么不处置那个贱奴 他当中像我不分 难道我就这样 白白受着了吗 那个乔大他 但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几天你先休息 我改天再来找你 我先去找静哥 启云丸 倒是因为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一定不会 夫人 世子刚刚又来了 不过还是照顾聚了回去 他走的时候 脸色可难看 宝儿你没有什么动静 这世子 倒是好久没见过他了 上辈子他你一向自诩 青梅竹马 情笔金尖 这辈子 我要让他彻底被陆征留艳了 常常被心爱之人 冷落的滋味 平叶 帮我办件事 见过夫人 怎么变成这样了 救救夫人 救救宿宾吧 夫人 务必被发落之后 一直在宅子里劳作 日子辛苦 所以陷得狼狈了些 还望夫人见面 那你还愿意回府里伺候吗 夫人 奴婢愿意 造我夫人 为夫人 抛生宿宅 还求夫人 救奴婢出去 你原本也是个 心高气傲的姑娘 夫人说笑了 什么心高气傲 奴婢也配 奴婢旨恨当年 年少无知 让那世子宠爱 冲撞了夫人 奴婢最干万死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我是想着你伺候过世子 想抬你做妾室 奴婢只想失望夫人 为夫人马上是真 那你怕是不能如愿了 奴婢没有想要进于世子 奴婢是想做夫人的丫鬟 你不用紧张 世子他宁要妻子 也不想要嫡子 与其找别的姑娘 给他生下数字 倒不如选你 好处坏处 你心里明白 过来 奴婢愿意 奴婢一定会把我夫人 救我出去诊 好 令月婢 你为什么要给我纳妾 我过门七年无所处 若不纳妾 外面都在传言世子不能人道 这些流言被再挡不住 奴婢说的有道理 那妾是不是别人 是伺候过世子的竹青 如果不是当年犯了些错误 现在也应该是一样 你这个竹母可真是好的很 夫人还没看出来吗 世子这世和夫人啊 想要个嫡子呢 我就说 奴婢是个师大体的人 不过你也别光顾这新人的事 自己的事 你要上一手心 你要跟蒸柳啊 早日生出个嫡子来 世子不往夫人院里去 那夫人该要一要世子 脑能知道夫人这脸皮薄 可这夫妻之间的事啊 偶尔打进去 不打紧的 桑奶人狗都嫌弃 我跟世子提了你 不过他不太愿意 奴婢知道 夫人曾说过 世子已经有心上人 想必是心里 还是挂起着那个人 你从小伺候世子长大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世子这个人 既要顺着他 又不能太顺着他 对于世子 得不到的 就是好的 得到了 又逃脱 那就是更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奴婢明白了 是 世子 你是竹青 竹青 你往哪里跑 世子 先生没想跑 只是 先生该给雨姓格了 雨姓格 你就是令云婢 给我挑选的那个姨娘 夫人 成事了 世子昨晚睡在了雨姓格 我果然没有看错他 放消息给格宝儿 让他闹起来 闹得越大越好 无情 这一世 没了我的教导 就你只性子想当状元 做梦 长工 学累了吧 回了前面 不要再偷偷学习了 记得我说的话 母亲说过 要牢与结合 行我唠叨了 儿子不敢 母亲要是觉得儿子乖 大可以打儿子掌心 母亲 这是您做的吗 你的鞋子底薄 这是秋冬的靴子 多谢母亲 母亲 我也想要 没规矩 没规矩 夫人让你来了吗 亲娘和陆老夫人 谁不吃这一套 怎么偏偏 敌母过去 亲哥上位子最熟悦的 就是这一套 表面和我亲近 心里早就恨死了我 教养萌萌没教过你 敌母面前要公顺 好了 学业为重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一个人贪婪愚蠢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敢承认 萍业 安排人送我出府 孟老师 上次来的时候 没见到你 这次带了点薄礼 还请您见谅 你这孩子 还是如此注重这些虚理 你来是有什么急事吗 陆家族里有一个女眷 想要跟夫家合离 但以她的身份 恐怕不容易 我记得老师说过 你有一个学生的妹妹 提出合离之后 又嫁了人家 确实有此事 那女子 虽是嫁到书香世家 可她丈夫 却有爱动手打人的毛病 那女子嫁过去三年 忍了三年 实在忍不了了 才和娘家说了此事 那提出之后 夫家便同意了 哪有那么简单 她夫家死活不可放任 而且朝廷的律法 在那摆着 女子家的夫家 死也得死在夫家 但娘家 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最后如何合离的 大女子的妹妹 也就是我的学生 陆老公 做了 求得皇上出面 才让那家 写了合离书 竟是如此 可普天之下 有几个女子 能求得皇上的帮忙呢 看来我要合离 从陆家脱身一时 要想别的办法了 听说陆家 最近过继了两个笛子 难道是你 是你要合离 姑娘子 您有客人来了 这相对很熟悉 是还我 我想到合离的办法了 皇爷这次来 不就是特意见他吗 为什么又退去了 如今还不是时候 云瓦命不好 他上这的难事 如今想要合离 难呀 他想合离 阿父 现在回宫 我要见父皇 不然不好了 表姑娘闹着 要离开陆家 大家去看看 是不是家里住不习惯 没关系 再住一阵子就好了 怎么突然想着回家了 你把这个当作定情信了 我以后一定会去 老夫人 表哥 我想家了 之前和夫人之间都有误会 都是宝儿在做 还为我夫人谅解 明晚心胸宽 不会因为这件小事记住 是啊 要是表姑娘过身一人回家 不知道你还以为我们陆府 苛责亲戚吗 你要是实在想家 可以去长津寺 为你父母祈福 上一世 你假借孝顺慈善明明 和陆中留在庙里私通 这一世 有陆郎夫人管着 半路又杀出个得宠的姨娘 现在怕是急得如同热锅蚂蚁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 为你指的这条路 明日 你暗中跟随阁宝儿 去一趟寺庙 帮我办件事 是 这玉佩可是价值部分 不是平常人家能用的寝料 王佑宝儿 早日找了亲生父母 与亲生父母团聚 你自恋 这玉琢你怎么还带着 阿正哥 这种丝的意义 你忘了吗 我记得 我曾经说过我要娶你 只是 我知道 如今姨娘为你生孩子 是应该的 可是我就是不想别的女人 为你生孩子 我知道 我回去就给她下婢子的 好 我一定围绕你当主 福门亲亲地 却就知两个人物的卧虫之气 世子也真是的 怎么就宠生了个小天子 这个就是见证他们私通的证据 给足屋起来 起来起来 这张先生啊 果然是个会教孩子的 亲哥跟以前啊 真是不一样咯 长公最近进步也很大 表姑娘自从寺庙回来之后 气色好了很多 莫不是有喜了 陆老夫人 现身没事 可能是最近肠胃吃较弱了 真是个好兆头 说不定竹心 真能给府里添个数字 说到喜事啊 过极日 蒸刘的长洁 要来府里解数 你赶快去 和府上下 好好敲打一番 蒸刘 你留一下 我有事吩咐你 你长姐破家祖父 可是葛老特意推荐的 此事绝不能出半点缠号 葛老先生 要是他能支点一二的 那岂不是 正如你自己要有分寸 你记不记得纪念一起 立即 因为中期的练习 老是想做万有的事 我会安排宝儿进入园 避开下架 多谢夫人好意 才能让妾身留下这个孩子 不论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妾身都只想问夫人像 你做的很好 接下来 就看我的了 夫人 关怀姑娘的身体 特意吩咐姑娘到养心堂进养 养心堂 那不是冷卷吗 你们想软禁我 我不去 世子呢 我要去世子 世子都已经答应了 你就不要花费力气了 默默 求求你 让我见眼庆格 世子现在心里还有 您这般的 不怕我之后记得 娘 亲哥 我的孩子 这段时间都瘦了 告诉娘 是不是令女王那个贱人 磕待你 她一点都不喜欢我 她只喜欢长沟 令女王那个贱人 早晚有一天 娘会杀了她 亲哥 你给娘记住 都是她 害得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囤聚 如今竹琴那个贱人 又有了失忆 娘害怕 她会取代你的地位 娘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我不能被她取代 迪姆这个坏女人 我长大一定要杀了她 夫人 奴婢 奴婢要告发葛姑娘 她是亲哥的亲娘 有证据吗 没有 但是这种奴婢 亲眼所见 请夫人相信奴婢 我知道 你是怕他们杀你灭口 我可以保护好你的安全 但你要答应我 在三日之后的乔天宴上 当众告发她 这就是证据 平日里只敢在暗中苟且 这一次 别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 夏家老夫人 十分重规矩 今日 谁若改善人前事宜 我必饶不了 夏老夫人到 哎呦 太阳 亲家母啊 快坐快坐 如啥辛苦了吧 听说令家 地带清流 如今看来 却是不错的一个人 云婉 过来 老夫人 这 哪这 谢谢老夫人 祖母还真心痛云网 从没见过这么般配的人 狼才女抱 他俩要是孙个个儿 该是多么出众的孩子 谢谢老姐姐啊 要是我们的儿子 不论容貌还是材质像他 那一定是天之骄子吧 这绣法 是难得的佳品 这是云婉绣的 乍看确实不错 可惜啊 用错了一处真烦 学术不经就闭上嘴 他那是虚实并用 是 我以后还要好好向弟妹学学 老太爷身体如何 老世子关心 一切都好 你我有个弟弟 是个大夫 医术很好 游戏擅长看眼疾 这次进京 是为给一位贵人看眼的 夏老夫人 我岳母也有眼疾 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 那就三日后的宴会吧 那正好 长公也一直有眼疾 给他也看看 我一直担心会影响他的仕途 你们都只关心长公 怎么不见亲哥 弟妹 不是我说你 这两个孩子都是侯父的弟子 你怎么能只偏腾一个 这厚词薄比 也太影响些 长辈面前 说话亲近些 不要饶舌 长辈说话 你们都退下 是 祖母 家儿总算是回来见到你了 这夏老夫人 也太重规矩了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陆家的长女 她就挡着我们的面 这么吃你 也太不把陆家放在眼里了 夏老夫人也不是那种人 她说 我国家祖父 日后有望逐身进内阁 但是她也不会因此 就看清我们陆家的 夏老夫人 她只是不能容忍媳妇 不守父德 内阁 她当真能入内阁 悄悄告诉祖母 不出三年 这金钟 必有我婆家一席之地 真的 太好了 咱们陆茶 总算能扬眉吐气了 扬眉吐气 我看 是要大难临头 严妈妈 世子找您 世子 难道是阁板出了事 四个嬷嬷看守 插死难逃 两个也飞不出什么浪花 我想见一下婆 麻烦您支开 边缘的嬷嬷 不行 夫人刚才吩咐过 要严加看守 是清哥想他娘了 今天跑过去把嗓子都哭哑了 还说他娘也想我 我还是得过去的 世子 不是老龙肚子 那表哥娘是意思深重 你不要打骗了 阿圣哥 我想出去 我想随时都能见到清哥 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吧 可是我不想等了 我不想做和服的嫡母了 我难道你要做妾是吗 不行宝儿 你跟我说过 你这辈子绝不为妾 可是我现在 连个气势都不入 等明日夏家人走了 我去跟总母 还有林云娃去汇报 我不能待太久 别人会发现的 姨娘 您这胎要是一举得难 最好呢 夫人不愧是夫人 给我生下孩子 我看世子 也快喜欢上夫人 是不能让别人发现 还是不能让那女婉娃发现 不行 不能让她们走了 等她们走了 我就彻底没机会了 夫人 切身给葛宝儿放了些话 昨夜里 阎妈妈把偏远的摸摸摸都知道了 世子一天没在人前楼面 庆少爷的嗓子 金鸣鸣鸭 这个竹青还真是厉害的筷子手 刀刀砍中要害 葛宝儿不是想当姨娘 那就让她当姨娘 姨娘 才是她万劫不复的开始 成了姨娘 再认回秦柯 他们母子就是永远的妾室 永远的树子 永远抬不起口 明天就要见面了 不会忘了我吧 老姐姐 尝尝这点心 明天 什么时程 诚实了 不好了不好了 看看奶奶 大少爷和二少爷打的剑血啊 你的下界出身的剑 亲爱的跟我斗手 我才是豪福的 我今不知道 现在路下已经有庆少爷做了 好孩子 你们都是死人的 两个少爷吵嘴 都不是好好劝劝 新加坡 笑话了 两个小孩子家 打他闹闹的 祖母 亲哥的脸都被闹破了 这哪里是打呢 我看 是长公想杀人吗 大姑奶奶 根本不是这样的 长公少爷从来没有还过手 是庆少爷他故意弄上自己的 哪里来的电梯子 主人调话 轮得到你插嘴 陆家处理家事 又能到你插手 长公才是嫡长子 亲哥不敬重兄长 还自称是主子 这都是谁教你 我才没说错 这些都是我娘教 闭嘴 别胡说 命了夫人 出人命了 表姑娘她 她上吊了 夫人 黄王殿下来了 黄王 他怎么这时候来了 快 快 小妹 黄王殿下请了一位名医 来府上为母亲治饶演习 索性 我就跟着他一起来参加宴会了 这样看来 我弟弟要看的贵人 原来是令他 多谢黄王殿下 林先生曾是我的恩师 不必沿谢 刚刚听说谁要上架 都是内垂之事 就不老怀王费息 本王身为王爷 绝对不能容忍 人有受冤之事 事关人命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哎呀 你们怎么这样 正流 你怎么在这 你们怎么会 是你故意的 就是这位世子的遗粮 有性命之忧 夏老夫人 这位是陆老夫人的侄孙女 世子的表妹 只是不知为何 突然想要上架 既如此 弟弟便把表妹骂了吧 弟妹 善妒可是七出之罪 你不会不许扶君纳妾的吧 表姑娘也有婚约在身 世子若想娶她 就是夺人之亲 难道也不怕朝廷把动 有了婚约还不守复道 这样的人 处死也不可惜 夏老夫人说的正是 来人拿绳子 你们不能杀我娘 求求你们救救我娘 父亲 祖母 求求你们救救我娘 来人 夫人 老夫人 这家城河和我都完了 总必要告发表姑娘 暗自与世子私偷 庆哥 就是葛宝儿与世子的亲生孩子 这是世子与表姑娘 在庙里私困时留下的证据 胡说八道 来人 把这个贱婢给我拖出去 如今证据确凿 世子未有正妻 却先有庶子 又将自己的小妾 装作夫人的亲情 层层叠加 妾是变表妹 庶子变嫡子 我倒是想知道 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我 荒唐 实在是荒唐 你们陆家 竟敢把宠妾灭妻 做到如此地步 简直是门风卖坏 这样的陆家 我们实在不敢待 还不快走 剥小脸的下戒披子 有了婚约不说 还勾得爷们 早在夫人过门之前 就生了孩子 你发现没 见骨头生了骨肉 那也是下戒 你们陆家 将欺负我小妾到如此地步 我们丽家 定会禀报圣上 小妾 走 我们回家 站住 云婉不能走 郑妻还没有过门 又出生了外世子 还哄骗郑妻 认树子为嫡子 重欠灭气 倒是欺贱失血 我们陆家 还有朝廷法度吗 虽说王爷身份尊贵 令氏组长 真想上门的话 我武丁侯府 开中门迎接 但是云婉 是我陆家夫人 你不能让她走 你们还有王法吗 虽说王爷身份尊贵 只要云婉一日是我陆家夫 这便是后宅之事 即便是王爷也不得插手 来人 只要云婉一日是我陆家夫 今日就便是死了 也要死在我陆家 王爷要仗着全是 对抗朝廷律法吗 哎呀 王爷就是要 强强力力量 这是要掌势 害死我陆家呀 这是要活活的 把我们家比 多谢王爷出手相助 只是这样相职下去 不是办法 那就只好请两组长老 过来商议 你放心留在陆家 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如果今天你要强行带我走 结果才不知道 听我的 你先走 小妹你放心 我跟母亲定当紧你回家 我会带你离开的 老夫人 大夫 快丢大夫 现在这样你满意了是吧 这个 我真不舒服 故意的把二拖也带走 再把这个贱人打进冷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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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哥 娘 娘 亲哥 娘 亲哥 娘 亲哥 亲哥 太子 亲哥 亲哥 太子 亲哥 我 亲哥 ste 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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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病了 平日内急了急 这回发得厉害 还不知活不活得成呢 哎呀喂 太过可怜的夫人啊 要命了 夫人都病倒了 这可怎么办啊 以后福利的事情谁来管啊 对啊对啊 太太 父老夫人和夫人都病了 后家没给主心骨的 现在是一团糟 还请太太出个主意 那你们以后就陈时末都过来点卯 什么大事小事都一并说了 陈时 那等事情一完都得吃上饭了 你们夫人一般都几时过来 夫人最尘末是末就来了 不过夫人之前规矩立得好 稍微往后一些 也不耽误府里的事 倒也不用那么早 我平日里还要照顾夫人跟侯爷 没那么多的功夫 你们就按我说的时辰来 可是 下去吧 是 哎呀阿弥陀佛 府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可真是哪位数 哎呀 不行 我再去跟劝劝云婉 府内离了他可真是不行啊 夫人 陆老夫人都病了 您是不是应该先去看看陆老夫人 哎呦 对对对 云婉不在 我可真是乱了规矩 对了 葛宝儿那个贱蹄子软禁了没有 世子那边看着呢 锁在房里不给吃也不给喝 快咬死了才给口水喝 世子做得对 就该咳着饿着这个贱蹄子 要不是他 府内能出这么大的祸事 咱们先去看老夫人 你派人 多盯着那个贱蹄子 这个葛宝儿主义也太大 我看天上就算是下刀子都批不死 但在我眼屏底下谋坏夫人 定会让他好过 我要是看到谁 胆敢给他多施舍一口水喝 别怪我禀了世子 说打死就打死 您放心 奴婢必会好生看管 我要我的贱子 你给我闭嘴 一个下贱出身的贱奴 还妄想取代夫人 我呸 有你这样的娘 庆哥也就只配当了术子 是个数字又怎么样 庆哥 这次唯一的孩子就凭这一遍 世子也不敢打我怎么样 非语我 就算再厉害 也休想从我们出去 真神风口一过 就能抹平德贵 到时候 不一定是做不邪道 我看你是疯了 站住 夫人病重不见人了 姑娘行行好 让我去夫人面前是否 夫人 求求你见见我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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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进来吧 夫人 夫人 还好你没真的神病 切身还怕您真病了呢 是你自己想来看我 还是别人要你来看我 夫人 切身从始至终都是夫人的人 夫人 您不知道 这几天您不管事 我里到下都乱套了 夫人 您是真的要理你 切身一心追随夫人 夫人走不走 切身就想心里留个底 一切等我历史祖老来了再说吧 切身要是早知道 他们会这般对夫人 切身一定早就为夫人出气了 只要夫人您吩咐 切身万死不死 长公最近来了吗 大少爷 一直没来过后院 他一直在前院念书 不过一切身看 他不像是不想来看你 你一直闭门谢客 少爷他脸皮薄 不像切身 厚着脸皮 求一求也就来了 长公是个心思重的孩子 日后你帮我多照顾照顾 你不出睡觉 来我梦里干嘛 你们害得我母亲 卧命在床 还是如此心安理得 我还以为要出了什么大事 你母亲的病 又不是我弄 是你母亲小肚鸡肠 你敢打我 你不是成为这种假人吗 你们连克起来 欺负我母亲 今天我就让你 传传爱咋的滋味 大少爷怎么来了 母亲太好了 去长公吧 来吧 你呀 怎么郁郁寡欢的 在外面站久了吧 手都冻红了 要不要我给你做一副手套 要 这么晚不睡 是有什么心事吗 儿子是有心事 儿子恨自己 不能像舅舅那样 给母亲撑腰 儿子还恨父亲 和陆老夫人 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母亲 等你长大 你就可以给母亲撑腰了 母亲 听完吃相似 最近听了几幅庙话 儿子想去看看 母亲能陪儿子一起去吗 好 你说的笔话在哪儿 带我去看看 没有笔话 你是故意哄骗我 想让我出来走走 顺利清静 我觉得母亲会喜欢 敢骗我 赶紧陪我去佛总面前谢罪 儿子认罚 陆老夫人 有件事打扰一下您 师父请讲 听说陆大少爷也是独书人 我们住持 让我过来问一下您 今日赤相似有心 得几张陆大少爷 赏的莫宝 船公叫平夜陪着 去吧 换完之后 记得贴些香火钱 好的母亲 好 好 好 不 小歌 挺不该的 不切 好 逻人 不 是 啊 我 在 我 我会带你离开的 可如今我和他身份天差地别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我刚才参禅的时候 遇到了一件有趣的故事 但我和主持有不同的看法 我记得老师生前又有一段时间 辛苦一段时间活 王爷记得没错 父亲生病的时候实在是太痛了 想在这里寻求一些解脱的方法 但都是徒劳 佛祖能保佑百姓来世入轮回 却解决不了我父亲心生心是肉体之痛 夫人和老师有一样的智慧 我还真要请教一下夫人 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参禅 遇到了一只蜘蛛和一只壁虎 他们在齐同病境地抓一只肥虫 而爬到一半的时候 蜘蛛却没了力气 壁虎就断了自己的尾巴 未给了蜘蛛 真有这样的事 壁虎不能自己抓肥虫 为什么要跟蜘蛛一起 而蜘蛛又是怎么样在壁虎中为之期望 释迦摩尼醒 壁虎断尾 这是悲惨 这个故事乍听起来 壁虎好像是为了抓到肥虫 不得已才断尾 为了以后跟蜘蛛一起享受更多的好处 主持就有这么和我说的 你怎么看 壁虎靠他自己未必不能抓到果果的食物 断尾只是怕蜘蛛把它一起吃了 不得已才这么做 但我顿尾只想求生 而不是想稳坐陆家主母的位置 我认为壁虎断尾并不是为了非仇 而是为了离开 进入穷乡 应该及时退出 可一世消磨 未知晚矣 不是 说过我不一直保护 王爷请自便 夫人脸色为何这般难看 戴上长官 为父 他说的对 既入穷乡 就该及时掉头 我一定要早日从武家脱身 我没有冲切灭鸡 我没有冲切灭鸡 夫人 前面好像有人闹事 这不是父亲吗 要是没有令家嫁女 七年前你们侯府就败了 如今你又丧尽良心 宠妾灭妻 还有陆家上下 都是白眼狼 我没有灭妻 你告诉我 亲下哪个男人不纳妾 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干饭 我呸 你呀 就是男人中的败类 我只是放不下年少时候的青梅竹梦 我想摆脱家里的控制 才犯下此错 就当我不只能原谅吗 我对他是真心的 我以后会 我放开 谁要听你真心还是假心 让妾室爬到正七头上 那是乱了钢厂 大庭广众 真是犹辱斯文 犹辱斯文啊 你们都什么 我以后会对他好的 我以后会对他好的 母亲 你会原谅父亲吗 板子没有打在人身上 是不知道头 让陆 回府 是 这不一定猴府的世子 还真是毁言无耻 陆家既然无耻 就要为他的无耻付出代价 阿福 背马 顿王要去内阁 这个武定侯世子呀 实在是过分啊 和其令家世代清流 武定侯府公然把 宠妾灭妻 做到这个城 这不荒唐吗 你是什么想法 虽说世子做事 实在是有事偏颇 但这毕竟是后宅私事 我们不必插手 要说错 那侯府当家总务 就没错了嘛 他要是能大度 邪又怎会露出 如此丑闻 连为陆家败坏名声 既是如此 那我们就不必插手 桓王殿下到 听说昨天晚上 连上了十几道 参午定侯府的折子 看来你们是有说法了 没有没有 武定侯世子 私得不行 不过 勋爵的事情 处置的范例不多 还请王爷 多多指教 王爷就过来看看 你们是怎么行 父皇让我领利谷的事情 我便只能管官员调遣 升迁等事 与本王无关的 你们自己商量 那我等就如实汇报 王爷到底是想管 还是不想管令家的事 早来了就走了 王爷要是不想管 也不会过来一趟 暗缘有的斗折 重新抄一份 送上去 人听说 你为了武定侯府 特意去了一趟内阁 正想听听你的 我有话就直说吧 武定侯府的世子 虽然糊涂 但说来说去 也没有他灭妻的证据 谈不上宠妾灭妻 最多将他贬值 或者拿掉他的官职 王爷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人就这么定了 不慌 儿臣要是有想法 明日就是两组商谈会 陆家一定会想尽 办法阻止我合理 只有触及到 他们最核心的利益 他们才会放我离开 平燕 去备马 我要给我哥写信 是 结果与否 就看这三日了 父皇 儿臣要是有想法 朕可以下旨 让令家女同路加和离 但是一个弃父 陪不上你 明年你就到封地就藏 朕要是能和你母后 看到你和横王妃到封地就藏 那就太好过了 就算至于纯迟 严于岁月 溺于年华 散于人海 我一定会让你如愿 传我指令 陆家私得不休 霸食 我被暂时停止了 什么 停止 不过是这个宠妓的事 怎么闹得这么严重 你慌什么 这只是私宅之事 暂时停止而已 来源如此吧 最多就是让你降职 令你家的笔杆子再厉害 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我们陆家从来没有害过族 没有面亲一说 我不相信 皇上会为了一个妇人 压我们陆去 远不可 可是停止也不是小事啊 明日就是两族商谈的日子 这件事情本来错就在我们 要不 郑辽 明天你就答应令家 和云婉 和离了不就行了吗 就算陆家答应和离 令家也不会放过 都和离了 他们还要怎么样呢 糊涂东西 有云婉在 令家还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要是云婉真不在 这个钱就真的罢了 我们也不要干坐着 你去 见见你姐夫 让他想你办法 还有你 亲戚朋友都走动走动 我 我说什么呀 让他们怎么上折子呀 你只要把话递到了 他们想帮你 自然就帮你了 怎么上折子 他们自己就会了 哎呀 夫人 那里是不是也要去打探口风 不用 我五定侯府 不会有事 不管他怎么反 你反不出我五定侯府 的手上戏 死个凉戏 世子您还是先回去吧 我来找姐姐陆家和姐夫夏季 为什么不能见 我们老爷不在家 大夫人生病不便见客 您还是先回去吧 那就等姐姐病好了 我到时候再来看她 世子瞧您这话说的 大夫人什么时候病好 大夫说了算 我说了哪算 您还是先回去吧 大夫人 管事的把世子赶走了 这狗奴才 我弟弟来看 都不通常为生 天哪还没走远 我去看看 哎大夫人留步 外面都在船 五定侯府这回怕是 凶多吉少了 幸亏你是外家的女儿 要不然出了什么事 怕是也脱不了干系 怎么会这样 家里云儿也真是的 我弟弟不过是 重新了世界而已 他用得着这么闹吗 是陆家的主母 陆家要是出了事 可跑得了吗 要是 要是陆家真的出了事 又是来保持我 害我的卓哥 大夫人 五定侯府七年前就出事 怕是也不能把陆家怎么样 不行 我得回陆家一趟 万一有什么 用得上我帮忙呢 老夫人怎么来了 我要不来 你打算去哪 陆家做了这么 拜拜家风的事 你要敢拿我们下家的生育 去救陆家 我就叫我的生儿 救了你 不老夫人 我不敢 等陆家之事有了结果 我再来料理你 小爷 有事您尽管说 晚上想跟府上求五根百年的人生 这是八百两银票 我知道这一定不够 但是目前这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还请管事通融通融 剩下的钱 小人定会还与王爷 还有字句 我已经按过手印了 之后 我定当把银子放还与王爷 这 您也知道 这又是宫里来得深 我也做不了主啊 此事事关小妹的后半生 请您务必通融通融 陆家 定当你全力相保 小爷 您在这儿等一等 你连这点事都办法 王爷 这人生是皇上和 你要再因为这点事和我说 就回家养老吧 奴才知道了 希望这次 我能帮上你 王爷真的同意了 我怎么敢自己胡乱编 王爷就是这么说的 要什么给什么 班空王府要怎样 哦 好 小爷 让您久等 王爷他同意了 对 您先拿去用 如果不够 就再来 够了够了 以后定当容器 万事俱备 只等明日凉醋商谈 怎么 有心事 没有 好了 就到这儿吧 书是读不完的 儿子告退 明日就是两族商谈会 孩儿祝您一切顺利 不管怎样 我都是你母亲 别忘了许给儿子的手套 我不会忘记的 夫人 听说世子殿下在外到处求情 还请了陆家最有威望的祖老 万一明天两族商谈会出了什么意外 那夫人在陆家的处境 可就难了 一切 就看明日了 能和母亲相处的这段时间 已经是我偷在的时光 今后 我只要他心 也许 从哪里没有 夫人 咱家少爷来了 老太太也要去 该去的都去了 走 我们也去看看 是 好歹知道是吵起来了 还是和解了 姨娘你千万藏好 要是让陆老夫人和世子看到了 恐怕要迁怒于你 我知道了 你帮我忘记风 有人来了告诉 是 哎呀云婉啊 听说你生病了 现在怎么样了 病好些了没有 你说说你也不找我大夫瞧瞧 哎呀云婉 你是不知道 那些个管事的媳妇可刁钻了 要不是打他们几个嘴巴子 没一个老是听话的 你说说你 为什么非要闹着和离呢 不过是一个贱妾一个数字 那一个送远一些 一个打死 不就天仙太平了吗 太太 你想的太简单了 什么太简单了 你难道想把数字也打死 那倒也是 两个都死了 倒也干净 可是 这陆老夫人 他会不会同意呢 两族商谈就要开始了 我先过去 哎 哎呀 哎呀 关上厅门 清理场地 不许人偷吃 两族商谈 正式开始 这事儿是我陆家世子做错了 但七年前世子年龄小 不知轻重 所以才酿成大祸 城门婚事不容易 还请令家各位 嘟嘟包涵 错 我们是任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你们令家开口 世子绝不讨价还价 是啊 成了婚事不容易 我还请令家各位 多多报涵 我家小梅定是要喝梨的 我父亲如果在世 看到你们是这样的家风 断然不会让我小梅嫁过来 为娶妻而先有数长此 你们明明就是骗婚 一根 坐下 一根说话虽然狂妄 但事实也是如此 你们骗婚在先 又难一个小妾 如此欺负我 陆家女儿 再和亲 又是结仇了 老太太 身体不舒服呀 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有你们陆家族长在死 你也没有必要为了儿女 再草心了呀 哎呀 亲家呀 你是不知道啊 亲家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 有情为了一个姐姐就闹到河里 这人都说 宁缠十座票不成一桩婚 怎么到了你们立家这儿 反而 这是为了小妾吗 是为了一个小妾吗 你们明示逼我小妹 我小妹自幼保读诗书 恪守礼节 见过我小妹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她不好 无论嫁到哪一家 都堪称贤妻良母 老夫人 您要是觉得我小妹善度 才容不下一个小妾 那就免不了我要冒犯您了 当朝男子 娶妻娜妾是正常之事 但从来都是先娶妻后娜妾 从没有先纳戏后娶妾的道理 世子若是因为愚蠢 先纳了妾也算 可老夫人您呢 假装是您自己的亲戚 陆下为了一个贱妾和数字 欺负我想未到如此地步 这就是宠妾灭妾 就是宠妾灭妾 你们心里清净 你们是为了一个小妾 才欺瞒我祖母到如此地步的 宠妾灭妾说的不过分 可我陆家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啊 没有 我没有想害他 事已至此 我看两家还是合理了吧 我以陆家生育发誓 我从未想过害他 若有一个家子 我天打雷劈不就好死 是啊 狮子再怎么糊涂 也不会灭妻啊 说到底 一眼还是个误会啊 这是五个人身 虽然我的父亲没有救回来 但是你们陆家的恩情 我们铭记于心 今天 我就寄我的父亲 把人情还了 还请老夫人 就不要再为难我的小妹了 你们好好看看 这可是上百年的人身 我记得当年侯爷 借我们令家的 可是十年的人身 陆家的恩情 我们定当十位奉还 但是小妹 必须回家 当年我父亲病入高荒 是老侯爷慷慨解囊 送给我们五个人身 我想老侯爷 并不是想让我们令家 欠你们陆家一个人情吗 他为的是他那颗仁慈善良的心 你们拿他这颗仁慈善良的心 在做什么 欺负一个若你死吗 老侯爷如果在世 看到你们陆家 就要靠我们令家才能有孝心 恐怕要活活气死 嫂子 你就别再一笑大慌了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我们陆家的子弟就没脸见人了 狮子 写和离书吧 咱们两家好聚好散 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 我们令家人 也不会为难你们陆家人 我敢作敢当 我知道你愿我纳妾之事 庆哥明日就会回他生物名下 这是门房的钥匙 先交给你保管 敢走阁宝儿 庆哥既为数字 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我上辈子的血泪 谁来玩 世子若是真心悔过 就写下和离书 日后好好对传宫 从此令家跟陆家 乔归乔路归路 无怨无仇 从此令家跟陆家 乔归乔路归路 无怨无仇 不可能 于婉 不可能的 于婉 忠留都把库房的钥匙给你了 说明他对你 还是信任和宠爱的 早干什么去了 忠留拿笔墨来 祖母 世子 莫非你真要修妻 写 现在就写修书修了他 祖母婆 老夫人 你这是故意要毁掉我们令家女人的名声吗 云婉一旦被修 我们令家全族女儿就全完了 我们令家的名声也全完了 再一个 云婉也没有对长辈不孝不顺的 他七年未出 狮子不予他原防 他一个人能胜出什么呀 你写不下朗里书 到底写不写 我不写 女儿 女儿 女儿我 别叫我了 兄长 你先送组长回去 陆老夫人的性格我了解 这些无耻的话 她说得出来自然也做得到 陆家不会放我走的 小妹 李哥 听话 你先回家吧 丁夫人眼疾出狱 别让她担心 小妹 我回家等你 谁无侯服不成啊 老侯爷去世的早 这侯爷又中风 这世子担不起家呀 哼 说到底是还是世子宠妾灭其乱了礼法 这传出去 影响的可是我们整个陆家的脸面 你 女儿 我对世子动手了 你为此修我也可以 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 但是你现在身为主母 是不是应该 女儿 女儿 我话还没说完 夫人 您好些了吗 我没事 夫人 您以后要怎么办啊 该怎么办就怎么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 看上去都是顺其自然的 但奴婢知道 每一件事都是夫人深思熟虑过的 您做这么多 都是为了今天的和离 对吗 不过一切并不能如我所愿 我甚至连无辜的长歌的退路都已经想好了 可是老太太和世子还是不肯放过你 既然这样 我以后只能铃儿走险了 只是你是我另一家出来的丫头 我不忍心你跟着我受罪 夫人 你说什么呢 奴婢从小跟着你来陆家 你在哪里 奴婢就在哪里 拿纸笔 我要给我哥写信 陆家既然无耻 就要为她的无耻付出代价 就要为她的无耻付出代价 我拉拼你与四王扑 我也要带我小妹回家 冬家比我想象的比较无耻 这冬生 陛下有旨 七年前武定侯爷战场狮子 朕丽网开一面 如今武定侯狮子宠妾灭妻 为色索迷 广顾人伦不配席绝 自此 史多古定侯世子封号 怎么会 皇上 皇上怎么会为了一个故人的事情 就 就到了一个侯门世子的方号 如今 世子宠妾灭妻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陛下心慈 没有下旨灭门 一世开恩 而等还不领旨谢恩 你们 你们这是想抗旨不尊啊 臣 好民皆知 完了 后果的一切都完了 幸好 只是夺绝 不过也难为兄长和母亲 夫人为什么这么说 宠妾灭妻不是小事 不过这一世 没有她灭妻的体证 惩罚太轻 只是降职 不痛不痒 若是伐重了 牵扯到侯爷之前犯的错 抄家都有可能 连累其他无夫的人 甚至会丢了自己的心 唉 这侯府 算是完了 等侯爷一去世 这京城 就再无武定侯府的名声 到时 这侯府的荣耀 也就到此为止了 陆家现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被夺绝的人不能再席绝 除非重新科举入世 科举对谁都是公平的 这世子 大爷要是能管好自家的产业 和奶奶过好自己的日子 就好不过了 以后你只管照顾好长工 都已经撕破脸了 我也不用帮着管陆家 以后 我们只管钻紧陆家的命买 命买 什么是陆家的命买 是长工少爷 不认尽管培养出出色的继承人 老太太年纪大 太太又是个没有心机和手段的人 大爷又这样 要不了三五年 长工少爷便能当家做主了 以后府里 也就没有大爷什么事了 既然陆家死也要拉住我垫背 那我便将陆家的产业 都送到长工手里 彻底架空路蒸柳 陆燕 去叫竹心来 是时候处理隔宝 夫人 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妾身就是觉得 以前还是小瞧了夫人 原以为 夫人同妾身一样 不过就是个内功夫人 不想到 你夫人的手段 可以分明图语 以后别叫我夫人了 大奶奶 对了 奶奶 妾身子自来 是想同您说 那葛宝 经文府上发生了事情 夜门心思想要打开 不过妾身没告诉 她倒是个心思多的 竟然翻了后面的窗户 想要逃出去 差点就让她成 还好妾身派人 把她给抓住了 这会儿正被绑着 等奶奶您发露了 单子嬷嬷 挡好了送到庄子上去 奶奶您还是心软 或是换成了 别家的竹母 老家人把她给打死 我不是心软 我只是不想 手上沾了血 被别人落下把柄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 一个健康的人 都差点死在庄子上 更何况一个 生命的姨娘 又能活多久 庄子上的事 你最熟悉了 你去安排吧 是 把人给我看好了 要是被她算走了 什么东西 我问你们试问 放开我 你这样干什么 前院已经奔好了把车 把她送到庄子上去 我不训 世子呢 我要做世子 我要做我人家亲自 黑世子 世子因为营养你的事被夺绝了 以后要改口叫大爷了 什么 我学了 嗯 现在肯定不会让我借亲户了 如果 你放下来是余生 走到庄子上偿还吧 哎呦 喂我的老天爷 你这是要害死我呀 这 快停下 莫莫 你要是想要这道生事顺利 你就帮我 当你之后一杯 我就死在你手里 我有没有份 有 我可以分你一半 是我能票 我 清儿 希望将能等到你长大成人 借你回家 姨娘人已经送到庄子上了顺不顺利 她没惹出什么事吧 真出事了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撕了你的嘴 实话说了 这一包银子你可以都拿去 姨娘行死呢 硬是让我当了个玉佩 我就帮她随便找了个大当铺 当时就卖了 也没多少银子 都给她了 就给了一小半 就一小半 那些银子 也就够给姨娘在庄子上抓药吃 庄子上刺的女人多了 也没听说谁能靠吃药过一辈子 你拿去吧 奶奶 葛宝儿的事处理好 辛苦了 奶奶 大少爷和二少爷来请安了 这个父子怎么来 让他们进来吧 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 来 母亲 今天以后你就不用再来请安了 母亲 为什么 你去问你的亲生母亲吧 母亲 您别丢下我 庄哥您还是赶紧回去吧 大少爷和奶奶要用饭了 娘 娘 娘 为什么会这样 娘 娘 娘 这不是真的 要不是他生母 按少爷也不会变成这样 小娘养的数字 还想联合谋害大奶奶 要不是大奶奶心词 我早把他撵出去了 夫人 葛宝儿也先去庄上 他这个罪魁祸手 死了最后 你手里不是密药吗 你瞧瞧的 不要被别人发现了 去跟庄子上的人说 好伪的 是药 老夫人 要不要叫奶奶了事迹 你说他一个做孙媳妇的 本应该在长辈面前 低三下死的 可是现在 陆府宠妾免妻 导致夺爵的消息 沸沸扬扬 还是别去找着他 你让他好好教育长弓和庆格 咱们家就知你了 以后啊 会对长弓促现 大奶奶的身法真好 绣的花样也好看 只是 您真的不去给老夫人试金 不去 最近大爷总是借酒消丑 每次回来都三更半夜了 咱们女人呢 终究是要自己靠得住 至于大爷 真是没用 令家的男子 遇到事情从来没有靠喝酒来解决的 夫人 我有急事找您 奶奶 那切身先告退 铺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是契合银票 只是 这是什么 姑奶奶猜得果然没错 短时间内要把铺子荡出去 确实不容易 这是兑换宅子时 别人递给我的祖传玉佩 您要留着还是荡出去 完全由您做主 这看着确实是块好材料 只是 先放到铺子里存着吧 好的 令家怎么又来当东西 难不成出了什么事 去看看 掌柜的 王爷 令家倒不像是急用钱的样子 那掌柜也没有舍不得 和安心的玉佩 可是这玉佩有何不同 这玉佩上面 应该有一个豹子的味道 是清国公子的笑着 这九十几年前 清国公子嫡女的玉佩 清国公嫡女和令家 又有什么关系 立刻去查 奶奶 这是宁夫人派人送来的信 母亲有事 我就先不打扰 原来是环王在帮令家 横王 咱家老爷虽然教过横王爷 但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不是 我说过我不一直保护 如今我已是陆家父 他是尊贵的王爷 我们是万万不能在一起的 陆真流最近有什么举度吧 他先是颓丧了几日 现在又开始结交文日 外界都传陆真流开始违线转移了 我将了清国公府的玉佩 送到当府找柜达 啊不 送到武艺湖 陆真流不是真心还想和令玉佩和好 等陆家拿到这清国公府嫡女玉佩 他是会要一个月在庄子上的欠世 还是会借着这清国公府 嫡女的玉佩 去巴结清国 应游完那么足 知道该怎么用这块 你们都先出去吧 竹心留下 这个你见过吗 坏了 这是葛姨娘的 去送她的嬷嬷说 替她当了个玉佩 妾身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没有告诉你 奶奶 妾身是不是坏事了 还真是她呢 奶奶 这玉佩是有什么来历吗 这玉佩 是新国公府主子的 新国公府 我们王朝只有三公 新国公便是其中之一 这五定侯府和新国公府 乃是天让之别 这 奶奶 这葛宝儿和真一配 她和新国公府 有什么关系啊 我三岁那年 新国公走丢了一个嫡女 奶奶 您说 您说葛宝儿 会不会 就是新国公走失的嫡女啊 不管她是不是 她都必须是 今天这件事情 不许跟任何人说起 我去找老夫人 夫人 老夫人若是知道此事 恐怕 您在府里的日子 会更不好过 她过来了 让她等一等 总算过来试急了 老太太 她奶奶突然来了 怕是有什么急事 她有什么急事 过来服软了呗 我还是给她一次机会 以后啊 重归就好 扶我起来 女子出嫁从夫 以夫为天 你闹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想清楚了 冰娃 以后啊 可不再闹咯 老夫人 我来是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合理的事就别提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严妈妈 你也先出去吧 谁怎么去进来 你们是怎么了 快 快去查 二十年以前 京城哪户有头有脸的人家 丢了嫡女 快去查呀 她是年前 国公府和国公夫人 定以为救了女儿 常年欲语挂欢 病得不亲呢 国公府 像宠了国公夫人 这小姐要是活着 她是国公府 这公子 得热闹呢 哈哈 你说啊 这葛宝儿 这葛宝儿 要是这国公府 你还高 她和清剑上一面再说 她若是舍不得清歌 一切都好说 她若是舍得清歌 那就是祸害了 老夫人 奶奶不会白白的告诉你这件事吧 奶奶 她不会是有什么想法吧 她能有什么想法 她不过就是真心想离开后府罢了 我也不是内灯眼皮子浅的人 她若真是国公府的敌人 那云满想走 就让她走吧 你先去把葛宝儿接回来 记住 背着些人 别让人看见 坏了 还换什么 爷妈妈把葛宝儿娘接回来了 奶奶 切身是不是坏事了 没事 奶奶 葛宝儿娘好像病得很重 她要是死在了侯府 晋国公府定不会放过侯府的呀 那也不关我的事 老夫人不会让她死 你先看吧 只是上次的风寒还未养好 才就病一步遇 一定要好好讲养 没啤子 我 这慢想到手里 不通胸肠 慢想怎么 没别的 吃的差一点 等病体大愈 再慢慢补回来就好 夫人放心 还查不出那个东西 本来就是心 我已经追了 我已经追了药 既然没查出来 说不定还中 不是去把清哥叫来 再谈他反应 是 我娘 他真的回来了 他真的回来了 娘 天哥 娘 看一样 你娘 还是舍不得 亲哥的 舍不得救 奶奶 要是老太太偷偷带姨娘 直接上新国公府的门 两边认了亲 又不给你和黎叔怎么办 二十多年了 上门认亲的人数不胜数 就算葛姨娘跟新国公府 夫妇长得一模一样 他们也未必改任 除非有性 如果新国公府在意的 只是执念 找回来的女儿 但凡有一点不符合 他们想法 他们也不会忍 更何况没有性 再等等看吧 新国公府的女儿 丢了二十年 这新国公夫人 还欲成吉 说明啊 他们还是心疼 这个女儿的 就算不疼 丢了这么多年 想着法子 也补偿这个敌女 正是这个理 咱们陆家门地又不差 你想 当时这葛宝儿 都沦落到 给人当婢女的地步了 他嫁过来 那是他的福气 这往后他们家 还不得好好提携 咱们蒸馏啊 可是 咱们和丽家的事 姓国公府的人要是这 却会有忌弹 倒不会愿意成这位婚事 他们家要是个有个明白人 他们就知道 好好包扶我们蒸馏啊 去看看 她母子话说完没有 把蒸馏也叫来 是 晚上给老夫一起安 你病着 起来说话吧 我还是跪着吧 你起来你就起来 哥儿大了 不好让姨娘 搂着抱着了 这回就算了 他们俩俩太久没见了 我听庄子上的嬷嬷说 你去庄子之前 点当了一个玉佩 何有此事 有 有 那是我自小带着的玉佩 老夫人 可是大爷她 帮我打探到我的身世了 这玉佩 真的是你的 那是我带了二十多年的玉佩 自我出生期 会吃饭就带着的 我怎么可能会说谎呢 自我 她怎么在这 她有一块玉佩 你可知道 见过 是一块上好的玉 那块玉有什么问题 你娘 你带庄哥先下去 上天垂怜我陆家呀 拿纸墨笔严厕头 正刘 你现在 马上 跟云婉合理 什么 我不同意 我绝对不会和云婉合理的 你必须要跟他合理 总武 你要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葛宝儿那玉佩象征着什么 总武 你就别卖关子了 有话直说吧 那是星国功夫主子才能带的玉佩 星国功夫 就凭葛宝儿 他要真是星国功夫的嫡女 这和黎叔 你写 还是不写 不写 难道就是因为 她是星国功夫的嫡女 我就要修西令曲 再说星国功夫也不会看得起我 一个令家已经让陆家抬不起头了 再加上一个星国功夫 我这辈子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吗 你这话 也有道路 但是 这毕竟是星国功夫啊 她只要稍微抬抬手 帮你一把 那我们陆府 不就更上一层楼了吗 况且 你现在 难道还有更好的出头之路吗 人往高处走 你先走到高处再说 见招拆招背 星国功夫那手再长 他还能管得了 你这女婿多少 再说 这是陆府 我和你父亲还在 大爷 你也不用想着那么远 把眼前的难关 过了才说 陆家只夺封号 不是少了封物 那么简单 以后府里的生涯 为了呢 都不卖张了 眼前你还看不出来 都翻过年来 你就知道 家里的日子 再是一日不如一日 要不了三五年 五定侯府就垮了 你要真是为府里着想 就把我的话好好想一想 张刘说的话倒也对 为了国公府的嫡女 就跟陆云晚合理 传出去名声 到底不好 他有这么固执 那么你再逼了 夫人 您这是 你那药 不是还剩了很多 没有地方处置了 找个机会 让陆云晚合 哎呀 夫人 您这可是真正的重灭灭期啊 不像是都市一个小姨娘那么简单 真也找我 陆家 可要走大洋了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谁要阻挡 侯府的路 我就让他死 奶奶 大爷已经去了老太太那里一趟 要是这般平静的和离 对我和令家的名声都无碍 一女不识二夫 奶奶 令氏恐怕不允许您再嫁了吧 我也不愿意再嫁了 找个平静的安堂度过 长光能在令氏读书 想必也不会比在路市场 只不过 我担心陆老夫人 不会这么轻易的放我离开 爸奶奶 老夫人叫我来给你送礼物 去开门吧 这些都是老夫人送的 夫人要是用 尽管她的去用 退下 老太太好好的 为什么要给奶奶送电光 来送这些东西 看来还是我太看得起路景 不要想到他们这么不识 走 咱们去见一下陆老夫人 玉玛 你要是真以为我们陆家 会为了一个新国公府的嫡女 而放弃你 那你 就喊敌我们陆家 新国公府嫡女入府 不是两全其美 哎呀 可惜呀 陈柳不肯放你走 也不愿意再逼着她做任何事了 别说她是什么 新国公府的嫡女 她就算是公主下嫁 我们也不要 我呀 现在只盼着你和陈柳 好好经营家宅 至于那个葛姨娘 你若是发善心 把她放线 就最好不过了 魏长公 也为你母亲 质吉特 你要是不愿意呢 那 那就算了 你去把之前的药账 千万别让人发现 你去把之前的药账 老夫人就是在跟我拖延时间 她到底在等什么 这件事情明明已经没有任何转换的预理了 老太太有没有可能就是看不上葛姨娘 凭她什么千金小姐 那还不是比不上奶奶您吗 要是这样说来的话 这家教育嫡子的话 还是您在行 如果葛姨娘真的做了府里的主母 那得把府里的歌交成什么样 老太太不是这样的人 她就是一个短时的人 否则她也不会纵许陆征柳 做出宠妾灭妻的事情 奶奶 现身的手艺自然是比不得您 您将就着尝尝 这些灶上的事情自有其他人做 你就算是闲着用不着做这些 日后等你生了孩子 有的是要你操劳呢 奶奶 我在灶上熬猪的时候 听说了一些事情 想说你听听了 什么事 您说奇不奇怪 这葛姨娘在庄子上病得这么严重 药一碗煎一碗也不见好 只要这次回来 吃了老夫人给了药 这么快就好起来 您说 她这是真的得了谁药呢 还是她之前的吃错药呢 大奶奶 这是夫人为你寻来的秘药 喝下去啊 就回来 原来上辈子 他们一直在对我下毒 竹青 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否则只会害了你自己 妾生明白 妾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今天也只是过来给您送晚舟 奶奶记忆有了决断 妾生便先告退了 我家 这后果然是一个吃人不服骨头的 王我上辈子为了猴子 我心里心里心 他们两个居然为了能够双宿双起 连手堵死了 给了这么大一条日平 我就不怕阴曹地府 不怕朝廷罚礼吗 陆家能堵死我 是不是也能害死陪嫁丫鬟 害死我的长弓 还有什么是没有被陆家毁掉的 奶奶 奶奶您怎么了 奶奶 听二房的人说 易少爷来了 小美 这次是逐里人让我过来 我知道 他们已经尽力了 怎么能为了我一个人 害了令氏全族女子的婚姻 这该死的陆家 哥 我们还是挺足利长辈的 他们让你等 这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哥 帮我一个忙 我哥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让五星知道 小美 我等你回来看母姐 这令氏组长 要是真的管梁府的体面 非要闹个你死我活的话 就不会只安排一个小孩子来 那就是说 这两家就没事了 这令氏组长 只不过是他的组长 这云丸 只不过是一个外嫁的女儿罢了 即便哪一天 突然死了 这组长也不会把我陆家怎么样 不 倒是他那个哥哥 是我们的新族大坏 那老夫人的意思是 斩草必须出根 这妹妹 哥哥更多 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你下毒款 还是我灭路使满文化 大雨夜里白鬼鞋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绝境 这样我只能复顶重新 平夜 去叫长工来 是 母亲请安 长工过来 长工 你继续让你帮我做一件事 今天是乔迁夜 我准备了乔迁酒 一会在这吃酒啊 你又愿意跟我说话了 大哥 我等会一定去 以后你我住的地方远了 兄弟之间还是要一起学习玩耍的 大哥说的对 弟弟记住了 话说 大哥怎么突然请我吃酒 大少爷 我来和在和他的小厨一起说话 二少爷 那不你跟我去偷偷亲一点 好 走 大少爷 您不是不和二少爷亲近了吗 怎么要请他吃乔迁酒 我当然不是无缘无辜的和他靠近 这里边有你不知道的事 奴才就是不知道 还问大少爷您 信哥的生母可是有大来头 什么来头 葛姨娘是信哥公子左舅的嫡女 可惜能证明她身份的那块玉佩 赚在母亲手里 要是母亲毁了那块玉佩 那她就是个低贱的姨娘了 信哥公子的嫡女 这身份可太高贵了 就把信哥母亲翻了身 她子凭母贵 对我还是先别得罪她 原来我女儿是信哥公子的嫡女 每天有四年 还是没能忘记 你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 母亲 不管你做什么 孩儿一定帮你 你啊 你偏她的好消息 外族做事的信哥公子 你是信哥公子的嫡女 我是国公府嫡女 我是公府嫡女 原来我是公府嫡女 难怪陆老夫人会把我接回 会对我那个的 娘终于 终于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娘就知道 娘的身份 都不会那么低贱的 原来你和我身体里 流的是功夫高贵的血脉 可是娘 大哥说母亲要混了你的玉佩 你的玉佩没了 外祖父还会来接你吗 大哥说 你要是没有玉佩 就永远只是个姨娘 她说的是真的吗 玉佩 娘一定会把玉佩拿回来的 娘 我也想办法帮你找玉佩 我们找到玉佩了 一定去见厉害的外祖父 去玩吧 令云晚 你想毁了我的玉佩 毁了我的身份 没那么容易 我一定会把玉佩找回来的 到时候 庆哥不再会是侯府的数字 唱歌 也再难押到庆哥头上 你也再难押着我 哈哈 是云晚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一个丫头有你什么事 你们在我院子里干什么呢 奶奶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要是再不回来 你们怕是要把我的架状都翻出来了 奶奶你可别乱说 老奴只不过是找他见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奶奶他胡说 要不是奴婢拦着 他正要翻你库房里的架状呢 你这个丫头 胡说什么呢 平叶起来说话 把我库房的钥匙给我 我倒是要看看什么重要的 在我家中 我 奶奶 他们就是想趁你不在 找你手中的玉佩 我偏不给他们 辛苦你们了 等会儿都赏些裸椅子 嘴上说着看中我 还不是巴不得庆国公府认回葛宝儿 这就是陆家人的作福 营业 去叫葛姨娘过来 这些事情不能我一个人知道 要让葛姨娘也知道 陆老夫人究竟是一个多么恶毒 啊 找到玉佩了 这么点事都办不好 可是老奴也不能真的去分奶奶的家装啊 祖母我说过 用不着新国公府的扶持 我是再不会陪你们做这种没脸的事情了 你 你 说来也奇怪 表姑娘治病来得甚是轻强 这颜妈妈不知是得了什么女药 每次连药渣都好好收着 不叫人强劲 真的有毒吗 是陆老夫人想害死我 还是连陆蒸柳也想害死我 娘 你又在喝药啊 亲哥 你知道娘生病了这段时间 是谁在为我上去掉的事吗 是爷妈妈 爷妈妈特别听老夫人的话 老夫人想让娘早点好 爷妈妈当然得上心啦 对 所以咱们呀 要知恩图报 你帮娘送盛汤给爷妈妈好不好 娘 我送吗 我送了 她不会喝呀 不过你要记住 这一堂 小孩子可不能喝 真可爱 爷妈妈这是给你的汤 哎呦喂 这是厨房给你啊 我的汤 你何苦给老奴呢 少爷 你还是留着自己保养身体 爷妈妈 您伺候曾祖母辛苦了 在我眼里 您和曾祖母一样是长辈 我也得敲击您啊 哎呦 这孩子 越来越孝顺了啊 爷妈妈 那我就走了 哎 这怎么有药味啊啊 这 不会 不会 不会有人发现的 难道是我 弄错了 你是给我下毒呀 让我死 一定活了都不留给我 神秘 在你们眼里你究竟算是 我又算是 我不把人命当回事 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毕竟人不畏气 掀住的命 最余 要你死 奶奶 爷妈妈在雨寿堂摔了一只碗 说是庆少爷送过去的 可是爷妈妈为什么要摔碗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 这是易少爷送来的急信 准备一下 去试相思 准备一下 准备 我们又见人了 这玉佩是您派人送到我府上的 又假借我哥哥的名义约我出来 王爷究竟是何意 玉佩是我让人送到府上的 夫人如今深陷淋雨 为何不借此脱身 是六安茶 老是最常喝的茶 夫人你还不知道 太夫也和我说过 要喝醒目的茶 我和夫人一样 看到六安茶 就想起了令太夫 多谢王爷甸甸家福 令氏组长于五丁后不谈合理之事 这玉佩无论如何 都不能落到新国公府手上 你父亲如今还在世的话 也一定不会让你陷入险境 王爷多谢你 夫人要是不怪我多事 容我再多说一句 王爷请说 夫人有心合理 为何不借此玉佩离开这阿渣的地方 那陆家人贪婪下作 但是也可以借此机会 利用他们的弱点 让他们放手 实则生变 速战速决才是上走 王爷 已经太迟了 夫人要是有难不难出 本皇可以帮你 王爷 我还真有一事相求 请讲 王爷 事关重担 美国并勉强 哎呀老夫人出大事了 怎么了 历史的夫人 据幸福 你俩给闹起来 拉铁里面 心机昨日 为葛宝儿炒起来了 不是没让她出去吗 可是陆家 把儿接回来怕是动了 这种欠慰欺的念头 老夫人 这外面可是穿着肥肥扬扬 我们的人一出去就会吃到骂 实在是没脸 这事要不早点处理 恐怕的足力啊 太贫 他们懂什么 现在没脸艰难 只是一阵子的事 万一要是攀上了新国公府 让开我要见老夫人 老夫人她们丑起来了 说是要把胳膊儿敢走 胡闹 让开我要见老夫人 去去告诉他们 我病了不见人 奶奶听了外面的留言 收拾了东西 要去家里祈福 什么 怎么这时候要去 想去 大爷是嫌我还不够丢脸 大爷 你也不听听外面是怎么说咱们奶奶的 你要是想奶奶留下 那就把胳膊儿赶走 翻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的时候 比云婉这时候搬去祠堂 这和自清下堂有什么区别 建儿内院罗索 奶奶恐怕是要搬进来了 这哪是去欺负 分明在大火的里 那怎么办 要不去请奶奶过来 还是游着奶奶 你说谁去请她 她会回来 那当然是长宫少爷 别让她一个人去 也把亲哥带上 念得外边人是千个不孝顺 是 老夫人 我想去安堂伺候大奶奶 这大过年的 主公躲去安堂实在不像话 一心因我而起 若是能把大奶奶劝回来 也算勾勾一键 切身的玉佩 大奶奶定是拿走了 若是能把玉佩拿回来 我警告你 最好别起什么歪心思 自作主张 多罪多守的话 就算你拿到了 我以后把他砸碎 老夫人 我是不敢的 你不作死最好 收拾东西去吧 你 母亲 老夫人和父亲 都惦记着您 想见您 您在府里 我们还可以孝敬您 可是您在这安堂里 我们也不能 时时见您了 大哥 你也劝劝 母亲 儿子陪您一起通经 都起来吧 你怎么才想跟我念经 干什么 母亲 儿子念经 不会别的 跟我姓一样的心 都是起伏吧 大哥说的是 儿子也是这么想的 你们回事吧 别再费东西 我不会回去 亲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 儿子不知道 原本你是我的敌子 我是你的敌女 一家人合作陌木 但因为他 你变成了树子 而我不得不到这安堂里 你知道长大以后 外人会如何看你 如何对你 他们 他们会怎么对我 母亲 我一直把人忘记你 您别厌弃我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一定像大哥一样笑着你 我不是厌弃你 也不是你招人讨厌 只是你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好 而什么是害你 奶奶不必问的一个孩子 说如此老头的话吧 奶奶不必问的一个孩子 说如此老头的话吧 你就是这么在亲哥面前 说我坏话的 亲儿 你别听他胡说 娘从未害过你 国外是亲近之地 你们都回去吧 母亲保重 我和弟弟先回去 母亲保重 我先到此了 奶奶 下次这种话 就不要在亲哥面前说了 他也只是个孩子 我不说他就会不知道吗 是你害得他 独自编数字 也是你害得他 亲的故事 你 李渔婉 你不死 亲哥真的会恨我的 不管我做什么 只要拿回玉佩 杜家还敢把我怎么样 玉佩你藏得再近日如何 我就不信 你死了 还能带进棺材里去 奶奶 您是没见葛姨娘那个眼神 奴婢担心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不爱 平衍 我记得你母亲生辰快报 不用留在这儿照顾 可惜陪母亲播生了 奶奶 奴婢家里有哥哥嫂子照顾娘 用不着奴婢 奴婢得留下来陪你 听我的 这里有老公子跟小公子照顾我 快回去 那 奴婢先回去两天 两天后奴婢一定回来 请 平衍姐姐走了 儿子想过来陪陪你 长公 你舅舅是真心对你好 日后有什么事情 让你舅舅帮我 我知道 快回去吧 奶奶 睡着了 真是天使火眼 能去哪呢 奶奶 只要你死 就再没任何机会和水吧 可是预备 我怎么在哪里 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长东你怎么来了 我去你你为什么要受死自己 这不是闹住了快出去你想走 快出去出去的事 再说 长东你干什么 只要你还认我这个母亲你就快出来 长东 母亲你快走 素生今晚的局面已经十分不容易 你不要亏亏亏了 母亲 儿子知道你不会抛下吧 可是你一死 儿子也跟着走了 你的死就不够天用风了 母亲你相信我 我不会有事的你快走吧 我不用你冒这种险救我 长东 母亲就让长东求你你快走吧 老公你快出来 快出来啊 成功 快走啊 夫人 夫人你快走啊 夫人 夫人你快走 成功 祖母 您让格宝儿和云婉一起去家了 他说要去伺候祖母 那云婉儿都没把他赶回来 哎呀 你急 您就不怕祖母受到危险了 您难道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人 怎么骂我们陆家的吗 您还敢把他放到云婉身边 你想太多了吧 云婉儿要出什么事 那第一个跑不掉的就是他 还不敢做什么的 坏了 出事了 是打凶这事啊 来来来来 出事了 啊 啊 隔膊 是你想害死云婉 救命啊 救命啊 云婉 云婉 别 别说我 别说我 别说我家家里面 啊 哈哈 哈哈 终于死了 哥 是你要害死云婉的 我是我公父一女 怕是个 真的呀 想死我 我心里欺负了你啊 害死陆家当家主 你知道下场是什么吗 什么猫害主婉 张刘 你冷静一点 大爷 你有功夫在这儿拿我撒气 不如去找一些玉佩 玉佩丢了 不 可就偷进不成十万米 你都忘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帮着扑火找人找玉佩 爷妈妈 把他给我换回去 放开我 来人 来人把大公子再回去看大夫 大奶奶 大奶奶死了 大奶奶 夫人 夫人 赵先生请辞了 夫人 您是组长上门了 秦温 怎么会是这样 完了 这下该怎么办呀 我现在就去见他 这 这 别忘了 小妹 这 对不起 是我害死了 玉佩 你不是说你没有宠妾灭妻吗 你不是把那小妾灭送走了吗 她为什么还会回来 她害死了我小妹 玉佩 是被活活烧死的 玉佩 你要知道 孝道难走 是最不希望难死的人 你除了用孝道眼看之外 你还会生 就是你杀死了她 你冷落我小妹七年 这七年 我们常常想带她回家 你百万俗 你说你会感慨 你会爱她 你就是这么爱你们的吗 杀死的就是爹 竖子 是你 你放心 我陆下 要好好安藏你们 不必 我们令家会自行解决 玉佩 心已经死在你们家了 现在身也死在你们家了 你要是对她还有一点留情 就让她离开 但愿她此生再进您陆下 魂魄得到安息 你下辈子 做个清闲的人 不行 我要是签字了 云婉就再也跟陆家 毫无半点瓜葛了 我想在她死后 做一些补偿 补偿 云婉都死了 回到兰家是她最大的心愿 你们夫妻一场 你就完成她的心愿吧 和黎叔已经写好 你当着我们组长了面 领认一下 录下姓名 就好 写吧 这也是云婉最后的习愿了 写啊 云婉 云婉 云婉走得可怜 你放心 我们陆家定不会亏待她的后事 一定会为她分工大办的 我自己的小妹 我自己带她回家 她人弄一件不惨 你看眼里谁看 哥 咱们好歹亲戚一场 你要是来分丧的 我们陆家欢迎 你要是来闹事的 这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云婉就是死了 也是我们吴丁侯府的人 你再不走的 那我要硬带她走呢 武器 我已经签了喝你水 你你你 云婉走了 你也不给她一个体面的葬礼 你知道外面是怎么说你 怎么说我们陆家的吗 这下是真的没脸了 武器 你就放过云婉了 你忘记当初 我是怎么作合你们两个 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夫人那 那丧事还办不办了 办什么办 你们去把格宝儿那个奸蹄子给我提过来 玉佩找到了 玉佩 你到现在还想争玉佩 玉佩 玉佩 玉佩死了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那 那玉佩在哪 有了玉佩 新国公府才认我 玉佩没有了 新国公府也不会认你 玉佩都找不到了 你还做那种事 往吴丁侯府 我会坐视不离 不是我干的 不是我杀的 我视频里有点神的手没有 我 终于发现了你的真面目 要是不早 玉佩 我想要是不害我 是我一个母亲 我是为了管孩子 只不过是你杀花烟而已 我什么做 我终于认清了你的真面目 来来来 将这个戒机拖出去 威死 加毒的新年 新年 死的新年 新年害了他 夫人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又怎么了 侯爷听说是云婉死了 拿着剑到处杀人 谁也拦不住 怎么办呀 接到监据 陆家蓄意投毒 谋害竹母 证据其全 可来查封侯 陆家只不过是离了一个竹子而已 怎么会弄成这样 陆家 陆家彻底完了 祝 peculiar 你 如尔 都说我害死为的 fiance 新工夫大小姐 教宗 打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far away I love you